上至天文 下至地理 我是戴立剛 欢迎收看新闻龙卷风 在明天 中华民国史上最大的一个 宜间动作 将在明天一大早要进行了 这个地点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看一张照片 看到这张照片 如果你是住在台南六甲的人 你可能觉得很熟悉 这个地方是哪里呢 这可是台南的军事监狱 看看 军事审判法修正通过之后 总统昨天公布 而在明天的时候 将要做的动作 就是有200多位囚犯 将会从这个山庄出发 前往哪里呢 前往台湾11个监狱 移发到那些监狱 但你看到明天的场景 阵仗可是中华民国 有史以来最难得见到的场景 为什么呢 包含了警方 包含了宪兵 包含了武装的孕压车辆 包含了囚车 你会看到车队浩浩荡荡的出发 前往各个监狱去收容这些军事囚犯 可是这些军事囚犯里面 有五位将军 加起来可是有八颗星星了 看看军事审判法的一修正 这使得军事监狱呢 将要做一个全面的改造了 我们今天就要从这明天早上的 一间动作来谈起 再来我们就要谈起今天 红岸的部分的进展 尤其今天律师跟红舅舅 他们开始月圈了 这月圈的结果会如何呢 晚一点 红舅舅也会来到我们的现场 请到几位来宾 资深媒体人江中博 一刚好 各位晚安 资深媒体人彭华干 一刚好 各位晚安 资深军事评论员张有华 一刚好 大家好 前五四两旅退伍的弟兄X先生 一刚好 大家好 还有呢就是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一刚好 大家好 看看明天早上 中华民国史上最大的行动 即将要展开 可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因为最重要就是在 红仲丘案件发生到现在 整个军检 让全民非常的失望 因为军检的搜证 真的是哩哩啦啦 为了追红仲丘案 我从7月8号一直查证到了今天 那我很诚实的跟各位观众报告 我们对红仲丘案的期待不宜太大 或许他判决出来的结果 不如我们的预期 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 就是军检办案缺失太大 各位晓得 红仲丘案 差不多7月3号到7月4号发生的 7月5号到7月7号 是陆总部 还有其他单位的行政调查报告 开始进行调查了 然后一直到7月15号 他才介入 请问距离红案几天 十天了 对 那在这个十天当中 我们发觉 军高检 如同无头的苍蝇 他们天天准时收看的就是新闻龙卷风 就是新闻龙卷风讲到哪边 他办到哪边 但是新闻龙卷风不讲的 他也不敢办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看 好 7月5号 你该去查扣的证物 7月15号 你非但没有查扣 你放掉了大鱼 他们是不是经验不够啊 他们不是经验不够 因为已经十天过去了 我在这里 我讲 就是说一个关键的证据 52旅的录影带 你第一时间你有没有去钓 没有钓 对 当我们在7月11号 讲到了7月9号 沈威智等人的灭证大会 早上一次下午一次的时候 你有没有去查过这个问题 他这些新市政事 到8月2号起诉书 写完了以后 曾杰起诉 写完了以后 他们8月2号他才去查 我在7月11号我就讲了 其次 我再举一个最具体的例子 各位理不理解 沈威智他们的串政不止一次 所以你只要去过 542旅的旅部大楼 你可以发现 一楼二楼三楼 他们到旅长室 都有一个监视器 直接放到旅长室的门口 谁进出 他绝对知道 所以只要看那个监视器 就知道有谁进出旅长室了 对 还有一个 从二楼的监视器 整个旅部大楼有16组监视器 请问军高检有没有掉 你有没有把这些监视器 当作证物 没有 等到他想到的时候 他要去掉的时候 各位都在8月以后了 都在8月以后 请问沈威智7月9号 7月9号的灭阵大会 还有7月13号的等这一些 我想请问一下 军高检你有没有去办 没有办 好 然后在约谈证人 秘密证人 为什么没有去查 在第一时间 你应该要查什么 第一时间你应该要把各级长官的传定兵跟驾驶兵 把他传过来 传什么 你要问他什么 很简单 洪仲秋跟张志伟那天在车上谈了什么 何江中跟黄天任谈了什么 有没有提到医务室的问题 有没有去瞧床位跟体检报告 然后你再去问那些所谓的文书作业室 或者问其他的职位比较小的 就是说视频会会议的记录是谁写的 为什么第二天提出等等这些 结果他们都问什么 问范左线 问那些军官 那些秘密证人士等新闻龙卷风 一个一个提了出来的时候 他们才开始注意的嘛 还有 就是说他在第一时间 为什么没有扣押何江中 范左线 陈以仁 我们从7月8号讲到7月9号 你还记不记得 对 7月11号讲到灭阵 如果他们听到了 那时候赶快下去办的 这几个人先行收押的话 未来没有那么多的问题 结果我发现军高检 曹姐姐 他那个时候 他还跟我们在那边辩论 我们讲的不是事实 结果你的报告都证实了 我的说法 除了这个以外 更令人发指的 像这些我们叫做物证 这些我们全部都叫做物证 好 我们先讲书籍医务 书籍医务请问 在7月3号当天晚上 谁负责去搜索 红仲秋的内务柜 刘延俊 请问你有没有传过刘延俊 你有没有传过 副连长 副连长 副导长 你有没有传过 传了都是说谎话 都把它推给警卫牌的牌长 油牌长 但是他们都忽略了 当我要去查这个案子的时候 一定要看到 遗物清单上面有什么东西 结果他们连遗物清单都不看 也没看到 除了没有看到以外 各位看大兵手机 我们不用说了 那我相信军高姐的说法 是因为红仲秋懒 所以他没有写 好 这个就不想 书籍医务还给了红家 手机MP3 也还给了红家 但是心腹报告 监视录影带 还有死亡 死亡笔记本 我跟军高姐讲 我实在不想跟你辩论 我也不想跟罗绍和辩论 至少三个人 至少三个 一个姓苏 一个姓陈 姓陈的已经调走了 姓苏自愿意的 他还在 五四二旅 还有一个叫做T先生的 T先生截至目前为止 我坦白告诉罗绍和 我也坦白告诉国防部 T先生就是在7月10号跟我讲 7月9号的整个的灭证大会的过程 他看到了什么 他看到了死亡笔记本 然后那天是7月9号 到7月19号 他又在监察官的桌上 看到了死亡笔记本 那行政官 新府官的业务士文书士 他们都看到了新府报告 而这个新府报告 居然是洪仲秋自己写的 果然是59分 那这些相关重要的政务 军高姐 通通相信被告的说法 而不相信 原告的质疑 更重要 监视录影带 当我讲269旅的时候 他就给我回应269旅 我现在告诉各位 542旅的监视录影带的所有的灭证 都在监视录影带上面 所以那一位兵 他才会从监视录影带 看到谁进出旅长室 我先后讲的9个人 这9个人当中是有重叠的 他们就是从录影带里面 看到了串政 况且不止一次 那这些军高姐 有没有给我们交代 非但没有 他是戒查手机 然后说 你们不能再说死亡笔记本的内幕 否则以伪证罪办 看看 军高姐的办案方式 真的跟外面的地检署办案 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办下去 当然所有的事情 都不能够揭穿了 所有的生相都不能够出现 可是现在军高姐 这样子办下来 我们再来看看军事法院 军事法院呢 同不同意这被害者家属月卷 好像前面都不太同意 后来说 哎呀你们要求的时间是 8月14号 其实不对哦 真正家属跟律师团 老早就要求希望能够月卷了 结果在我们龙卷锋 提到这一点之后呢 总算在今天的时候 真的是月到卷了 律师团派了大约10多人来月卷 可是你想想看 卷宗那么的多 在今天一天时间内 要把它月完 有可能吗 洪慈庸就提到说 这样的月卷方式 实在是太夸张了 让我们的这些被害者家属 觉得这压力好大 真的是好大 为什么这军事法院 他们不愿意提前月卷呢 昨天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讲到一个 震战的同学会 震战同学会嘛 就是昨天说 上礼拜六的同学会 甚至有少将参加 然后其中大概阶层 都是一些中校少校这些人嘛 大家知道 在这8月10号同学会之后 11号12号13号 这天发生了什么事吗 发生什么事情啊 我们军舰跟军事法院 整个大动员啦 在干嘛在加班耶 做什么 在做卷宗啊 做卷宗啊 卷宗赶快生出来 给我们家人看啊 但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一般我们在民间的司法院 那个卷宗嘛 卷宗应该是从你 侦查阶段一路一路 收集的资料 收集的笔录 现场你要去阅卷 绝对就会有啊 大家有没有觉得 我们军舰好奇怪哦 整个卷宗 你竟然是在这三天里面 赶出来的耶 那赶出来的 你给人家阅卷 有任何意义吗 这代表说 你不是最原先的那一份 不是从笔录那些 一路收集过来的啊 这资料 我们还可以信吗 最后一到桃检 你觉得会有什么结果 那就是没有结果了嘛 看看啊 现在军舰的整个资料呢 他们现在居然 才要整个会整起来 为的就是要给家属看 好不容易 今天家属总算是看到了 等一下红舅舅 就会到达我们的现场 告诉我们 在他们今天 整个月卷的结果 可是呢 明天一大早 大家打开电视 将会看到的是 一个大阵仗的一间行动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这一间行动 就已经像那电影 场景中的 SWAT的这种场景哦 这一间啊 可是规模阵仗非常大 警察加上宪兵 还有镇报车 加上这浴车 球车 主要就是要把这些人 移往一般的监狱去 可是啊 住在这军事监狱里面 你一定觉得说 日子非常的苦啊 苦不堪言 里面一定像那在 这些战俘一样 做过的苦哈哈的日子 但是呢 实际上来说 有些人在里面 可是乐在其中啊 那这是要移出去的人里面 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 被瞩目的人呢 我所谓瞩目的是什么 你看军事看守所 或军事监狱里面 会关押都是军人 对不对 对啊 军人讲究的就是阶级嘛 是啊 所以有没有一些大官 或什么的 通通都要被移送 好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第一批名单里面 包含有什么 尹清风案的前海军上校 郭立合 还有在共谍案里面 涉嫌泄密的前陆军少将 罗贤哲 还有贪污案的前六军团 指挥官 陈氏余中将 还有前中科院的院长 陈优武中将 另外还有一个 谁 前宪兵司令 何佣监 都是高官 这些都是高官 所以大家就会看说 你这些高官 在军事监狱里面 或者军事监狱里面 所受的待遇 会不会跟人家不太一样 那大家也会关注 好奇 军事监狱 没有人知道里面什么样子 你知道吗 其实现在就暴露出来了 这些将军 在这个台南监狱里面 每一个人住的房子 有多大你知道吗 多大 六坪 六坪 六坪的独军房 六坪 哇那六坪 比一般的学生的那种套房 还要大 我跟你讲 其实我们有一个前总统 陈水扁 之前也被关在台北看守所 而且还出了一本书 叫做什么你知道 一点八六坪的总统府 你的意思是说 他只住一点八六坪 那他的坪数不是跟的 洪仲秋差不多了吗 他是总统 那跟洪仲秋 但是将军住的是六坪 那总统的不是三军统帅 怎么为什么将军 还坐到六坪的房间 那没有关系 现在你要移到台北监狱去了 大家移到各个监狱去了 像这些将官 有些要移到台北监狱去 那大家質疑说 那你会不会在享受 这些差别的待遇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以台北监狱来说 一般房舍的这个 坪数只有一点三八坪 一点三八坪 但是要收容几个你知道 大概三个人 三个人 大一点的有三点五四坪 但是收容多少 七到八个人 六点三七坪的收容多少 十到二十个人 那我们现在这些将官 原先在台南监狱的时候 大家才发现说 哇他一个人独居房 就占了六坪 哇真的空间有够大 没错 我刚刚讲到陈水扁 对不对 陈水扁后来到这个 监狱去的时候 单独一个人使用一间房间 多少你知道 一点三八坪 后来还为了理喻他的时候 再弄出另外一个 一点三八坪的给他 总共也才多少 二点七六坪而已 那还是比将军小了一半 还是比将军小 所以他就说 原来这个将军犯法 被关了 还有特权 对啊 但是你不要想说 六坪就很大了 你知道我刚才还有更大的 还有更大的 三十坪 呦 这么高档啊 三十坪 这个是这个人呢 你应该有印象 江南岸的一个要角 叫做汪西林 他当时是情报局的头子 就是他策划这个江南岸的 那结果后来他被捕之后呢 就被判刑 1985年的时候呢 就被判刑 然后到1991年的时候放出来 可他当时被关在哪里呢 关在军事的这个看守所里面 军事情报局的看守所 可是你知道吗 当时为了要关他 讲关是好听一点 你知道吗 当时的看守所 还特别帮他辟了一个专区 叫做汪西林软禁区 哦 原来还有这样的特别区 我先介绍一下 这个情报局的这个看守所 现在就是会在景美的 这个人权文化营区 那这个地方呢 结果你知道发现里面什么 他30坪之外 你讲说他是牢房 我跟你讲 他干脆就叫做住宅 公寓好了 30坪比我家还要大 比我家也大了一点 所以你看里面 你知道有什么 套房 会客室 书房 客厅 而且重点是什么 你知道 家人随时可以去看他 他的这个软禁区的外面 还有一个钢绍 你知道干嘛的吗 做什么的 有人帮他占卫兵 还有卫兵啊 就是好听一点是看着他 但是讲难听一点是什么 应该可能就是 为他服务的吧 也有人这样猜测吧 因为他情报头子 不一样身份 但是不管怎么样 现在我们看到 毕竟要移到 一般司法区的 这些将官 其实我大概今天也问了一下 法务部的执行科的人 他们也讲说 不要讲你是将官 或者士官 或者士兵 今天移到这边 大家一视同仁 大家看到这些什么 不合理的这些礼遇或什么 到我们这边来 一切通通都会取消 通通都取消了 想想看 这么多颗星星 跑到了一般的监狱里面 他受得了吗 他关的这个房间 本来有六坪 变成只剩下 1.83坪了 这样的小的坪数 你只能躺在里面 活动空间变小了 旁边还没有一个侍卫 来帮你服务 你不能看电视 你没有微波炉 什么设备 豪华的设备 全都没了 想想看 明天这些将军一出发 心里面可真是坎坷不安 但是在军中 其实有许多的禁忌存在 而这些禁忌 你千万不要去破除它 因为破除之后 你可能会热祸上身 那才会真的忐忑不安 是啊 我们跟各位讲 大概整理了10个 军中的禁忌 第一个 在陆军里头是 禁止女性碰触 军旗 像是迎旗连旗 而且旗杆不能断 断会出事 OK 再来 出操的时候 谁 哪个天兵 你应该把钢盔 内侧朝上放 马上给我全是武装 去操场跑三圈 为什么 因为那很忌讳 会衰 会倒霉 再来 背枪的时候 不能倒着背 当然枪口是一定要朝上的 你绝对不可以什么对着人 这样横着背 也不能朝地下 这个是对枪要尊重 我们要知道枪下 还有很多的亡魂 再来第四个 大部队经过的时候 你要回避 僧人回避 部队行进间 严禁 有人从中间穿越 白木才会从中间穿越 也就是说今天 比方说我们这个连队 这样往前跑过去的时候 哪个人敢从中间穿越 我们这个连队会倒霉 所以有时候都会有班长出来交管 所以都一定要避掉的 海军 讲到海军了 在船上就要供奉天上圣母 跟马祖娘娘 这跟很多的渔民是类似的 军舰上也有供奉这个 对啊 还不知道 要祈求林墨娘的保佑 潜水艇的数字编号加起来 不可以是四 为什么 你车牌里会用四吗 对不对 将心比心嘛 对不对 男兵的帽子就不可以给女兵戴 也不可以给女兵 这个也是一个忌讳 再来第八 枪要架起来 不可以躺在地上 还有各位记不记得 我们当兵的时候去打靶 不能跨枪 跨枪你也是要倒大霉 对 有人讲跨枪的话 枪可能就会莫名其妙走火 很邪门 背执行带 像以前我是班长 我就背过执行带 不能蹲 不能进厕所 还有 青天白日要由上而下挂 你绝对不能颠倒 你也不可以什么 让他脏污等等 国旗 军旗 连旗不能贴地 当然啊 你其实倒 倒在地上不就是倒旗吗 代表全体阵亡啊 好 这些忌讳呢 不管大家信不信 在军中很多人是深信不疑 我现在就来讲一个忌讳的故事 话说呢 有一个陆军186拐踢的阿兵哥 当时呢 他在台北市领受士官训 那么当时在上课就有个教官 就问 你们这些学员 有没有从外岛来的啊 就有个学员说 报教官 我是从马祖 马祖医院那里来的 那教官一听 这么巧 马祖医院 那你有没有听说啊 马祖医院旁边有个小房间 而小房间前面的芒草 绝对不能割 结果那个学员就马上跟教官说 有 报教官 我们的确呢 有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传闻 而且呢 在军中是被列为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是一个很大的禁忌 可是军中不是常常要割草 你偏偏那个房间前面不能割草 有嘛 S不就讲吗 那个范左仙不讲 最喜欢割草啊 我来教人要去割草 是啊 结果呢 他就 这个学员就讲 对对的确有这个不能说的禁忌 此话一出啊 本来大家不好奇的 一听 不能说的秘密 是个禁忌 马上大家就好奇啦 全部都产生问号啦 教官一听 好 你们大家都有疑问是不是 那我就告诉你们 话说 早年呢 台湾有一个高阶的将领军官 到了马祖医院那里去巡视 结果呢 马祖最高的指挥官呢 就陪同 陪同那位高级军官在那边巡视 结果呢 循循循循到马祖医院旁边的小房间前面的芒草 那个高阶军官就生气啦 搞什么 在哪儿芒草都不割啦 芒草已经长得快跟人一样高了 你们长到这么高啦 对啊 我啊 赶快叫三个阿兵哥马上处理 还有幕僚 记缺失 结果呢上个阿兵哥过去 也不知道该不该割你知道吗 因为那是禁忌嘛 结果割了没 结果呢 马祖最高指挥官马上跟那个高阶军官讲 长官不能割啊 军官说搞什么 你抗命吗 他说真的不能割啊 哎呀 早年我的学长 马祖最高指挥官的学长 那可不得了 那军阶应该很高了 是啊 应该是不知道几颗星星的中将还上架了 是不是 早年我的学长就跟我讲 不能割 这是一个机会 不能割啊 这样子 结果呢 这个视察的高阶军官不理他 叫那三个阿兵哥 继续割 给我割就对了 怎么办 怎么办 你又不能抗命啊 那就只好割下去了 马祖最高指挥官立刻打电话 沙打电话到本岛 跟他的一个将领学长求救啊 那个将领学长一听到电话 马上就用自己的家乡话 骂了一些粗话 之后说 这个叉叉叉军官去巡视 竟然要割芒草 完了完了 来来来 学弟 你赶快去找马祖医院的一个老 就是士官长 你马上去找他 他知道该怎么处理 好啦 结果后来 在士官长接到的 马祖使官的电话之后 立刻 召集了 马祖医院 所有上上下下的军事乖兄弟 交代三件事 什么事 第一 所有人 放下手边的工作 还有 有在休假的 有在什么 什么典范的 通通给我立刻 打电话召回 然后第二个 医院里的所有医疗器材 包括点滴 针筒 医药 手术器械 全部给我准备好 stand by 等一下 又没出事情 为什么所有医疗器材都要准备好呢 没办法 老A就是这么说 老A这么讲 老A还说了第三个 就是 加强巡逻 以防有任何恐怖的事情发生 难不成是共产党要打过来啦 开始毛了 比这个还严重 割了个草 共产党打过来 比这个还严重 什么 我跟各位讲 结果不到十分钟 就马上有一个阿兵哥 全身嗜血 被送到马祖医院来 而且赶快跟长官讲 报长官 我们刚刚在清理废弹 废弹爆炸啦 什么啊 好 结果又不到半小时 又有打电话进来回报说 某某地方爆炸了 然后再隔不到几小时 又有打电话来说 某某地方有阿兵哥又出意外 伸受重伤 哇 那个电话就这样的噗啪 打进来 怎么会连接着都发生事情啦 立冈你知道吗 那一天 就在割完芒草之后 一共死了18个士兵啊 一天之内 一天之内死了18个士兵 好 结果呢 看到这个所有的场景 一定会吓傻的嘛 结果阿兵哥问那位老 那位市委员长 社委员长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那芒草一割就这样 为什么芒草不能割 就士官长怎么说 士官长说 因为 那个小房间就是马祖医院的太平间 他说太平间前面的芒草 你绝对不能割 因为你割了就代表什么 太平间要重新开张了 就像你家的店 你家的门 你如果要重新开张 你前面是不是都要清理干净 所以你要是把芒草割了 太平间就等于是重新开张的意思 就要开始收什么 收遗体啦 讲到这边 我话回到故事的前头 我一开始是说这是一个 他们受干训班的时候 教官讲的一个事情嘛 对不对 下面的学员听了全部都 教官 什么年代啦 你还在讲这种 那么瞎的那种 所以大家不相信 对那么瞎的故事 结果教官申请 非常的严肃说 你们觉得很好笑是吧 我告诉你 刚刚这个故事里头 我是不是有提到 马祖医院的士官长 立刻叫人打电话 把所有休假或点放的 全部打电话召回 对 我就是那个打电话的执行官 这件事情千真万确 当下下面的学员 鸦雀无声 看看 军中真的有些忌讳 千万不要去触碰 触碰之后 可能真的会倒大霉呢 但是在外岛当过兵的朋友 一定都知道一个叫 雷霆演习 还有一个叫 碧海演习 这两个演习 究竟是什么样的代号 这两个演习代号当中 代表了什么样的含义呢 我们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